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第二个菜又跟着来 叫做京葱子姜炆排骨 很野味 因为现在子姜是8月9月 7、8、9这三个月都是司筍来的 好乱好美 我知道这些子姜是在哪里 原来是夏威夷 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 我初初以为都是在大陆 原来不是 夏威夷种 很漂亮的子姜 粉红色的牙 好像这一块 本来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要把它刨在皮上 刨在皮上 然后弄干净 我们当然还要腌 我介绍其他的材料 还有这个就是 京葱 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粗的葱 有红椒 这个就是醃好的子姜 大家看到是不同的 和这个是不同的 还有排骨 排骨呢 我告诉大家 排骨最漂亮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 很新鲜很漂亮的 我们叫Rips Rips Rips 那你卖的时候 当然就是叫肉铃帮你 先割开了一条条蛋黄 那你回去 顺着肉切开一粒粒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是吧 像这些这样切开一粒粒 那我们这个排骨呢 是健辉肉店赞助的 健辉肉店赞助 健辉呢 肥 他会有一个好处 谢谢 因为老板 í és很好的点 他帮我们捞出igne肥脂 筋膜和那个肥 他不只是帮我 其他客戟也不同 所以大家可以来章购 可以利用 还有板要拿 拿一点肥脂 ought to on Defend 那我们这些排骨 当然再把它拿碎一变 我们下一些糖 糖, 半个匙羹, 胡椒粉, 一个汤匙的生抽 先腌一下 让它有一些味道进去 然后我们稍后要炆一下 稍微拌均匀, 再加一些生粉 让它滑一点, 滑一点 大约一个茶匙的生粉 拌均匀 炆起来就比较滑一点 让它滑下去 好 我们通常要先腌一腌 腌一腌, 让它滑一点 它会变成蒸起来, 炆起来都很入味 好, 这个时间我就准备去那边 好 那你先帮我切了那些芝姜 好 好 这个时间我过来先炆了这个排骨 我首先当然烧热油 然后放些油 大约一个茶匙的油就够了 不用太多 好 本身排骨是肥的 好 那我们来包一包它 然后呢 就 啊 下些水下去炆 这样我们加些蠔油 加些鸡粉 这样进去 那这个芝姜呢 就 啊 啊 刚才都问我 要不需要处理 这么说 流口水闻了些味道 想咬一口 你闻到些什么味道 好像你腌酸过 哈哈哈哈 没错 对啊 因为你的芝姜 你不腌酸 它 没有那么好吃 因为 姜是辣 那你 只有辣味 不好吃 是的 姜要腌酸 才比较好的 所以呢 那些芝姜呢 我们呢 买回来的时间 正如我都说 要刨一刨 那些皮 刨掉那些皮 它先 以前呢 我记得 我妈 她呢 帮人家刨那些姜呢 哇 她将那些姜呢 先用水浸一浸它 然后呢 用一块那些 好像竹片那样 刮姜 以前是刨姜的 不是刨姜的 那呢 就刨清那些皮之后呢 就 然后呢 就 可以 你怎样 醃製就可以了 因为以前呢 那些 餐馆酒楼的那些呢 即是 交来的时间 它已经处理过了 你就不用做那么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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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爆一爆之后呢 我们就加一点酒 下去 我闻到很有锅面 是吧 对 好 那我们呢 就加点水下去 那你水落多少呢 就是 大约是浸过面就可以了 可以慢慢炆它进去 对 没错了 那呢 大约呢 要炆二十分钟 要二十分钟 炆二十分钟之后呢 才再加紫姜 那这个时间呢 我再加一点味 下去 那我们下一个 汤筋的蠔油 就是我们所谓的赏色 对了 没错了 下一点这个鸡粉 因为刚才我们也有少少少的 醬油和糖 是吧 那我们呢 就 上去 盖上盖 等它炆 大概炆了多少 是 二十分钟 那我们要炆二十分钟 那我们稍后来吧 稍后再见 稍后再见